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师徒四个人一行至高山山林之处 孙悟空摘桃子去了 此山住着一个白骨精 他早就听说吃了唐僧肉 可以长生不老 唐僧僧肉可以长生不老 又见唐僧路过他的地盘 满心欢喜 妖精在山傲里摇身变成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 他左手提着一个青纱罐 右手提着一个绿瓷瓶 静止朝唐僧走来 八戒看见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连忙整了整衣服 笑脸迎上去 见了见是些吃的 八戒忙把妖精领到唐僧前面 说师父这位女菩萨给我们送饭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孙悟空回来了 他一眼认出来 那个美貌女子是个妖精 放下桃子 举瓷瓶变大 那个白骨精有些手段 使了个解尸法 丢下一具假尸 躺在地上 真身化作一阵青烟溜走了 唐僧下得心惊肉跳 不住的埋怨 八戒还在一旁挑拨 唐僧听信呆子的挑唆 念起了紧箍咒 疼得孙悟空叫苦连天 唐僧说 你却恶性不改 取回精来 有何用 你回去吧 孙悟空忙跪下请求 保证再也不伤人 沙僧也替他说了好多好话 唐僧才没有赶走孙悟空 再说那个妖精逃脱以后 回到自己的山洞里 摇身一变 又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哭喊着要寻找自己的女儿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 他是妖精变的 举起棒子就打 白骨精故技重演 真身逃走了 将假尸丢在路旁 唐僧见孙悟空又杀了人 气得把紧箍咒 足足地念了二十遍 孙悟空疼得连连求饶 唐僧训斥道 你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 我还怎么做你的师父 你走吧 悟空苦苦相求 唐僧只好说 好吧 看在菩萨的份上 我再饶你这一回 以后切不可行凶 孙悟空连忙答应 白骨精不仅没有吃到唐僧肉 反而白挨了孙悟空的两棒子 他哪里肯善罢甘休 白骨精在山坡上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老太龙中的老公公 一只手拄着龙头拐杖 一只手掐着龙珠 冲着唐僧师父和徒弟就过来了 白骨精走过来 拉住唐僧 问他见过老太婆和女儿没有 唐僧一时无言以答 回答不出来 孙悟空在一旁大声喝道 好妖怪你骗得了 师父你却骗不了 俺老孙看棒 说时迟那时快 孙悟空举起金箍棒 劈头朝妖怪打去 妖怪还想来个金蝉脱鞘之际 孙悟空却抢先一步跃入空中 将妖怪真身逃出甲体之后 一棒将其打倒在地上 马上就好 唐僧吓得目瞪口呆 正要念咒 悟空连忙跳到马前叫道 师父默念 你看 唐僧定睛一看 却是一堆骷髅 是个尸体 孙悟空说 这是僵尸 你瞧 他脊背上还写着 白骨夫人 八戒在一旁 煽风点火说 师父 这猴头一天不打人 就手痒 他故意弄成这个样 掩你的眼目呢 唐僧相信了呆子的话 说道 你一连打死三人 性无人追究 若是人烟聚集之地 让我们怎么脱身 让我们怎么脱身 你还是走吧 孙悟空 不管孙悟空如何哀求 沙僧如何讲情 唐僧决心要赶走孙悟空 孙悟空见无法返回 便叮嘱沙僧 叮嘱沙僧 师弟 你为人忠厚 途中要小心照料师父 交代完毕之后 孙悟空 把辞别唐僧 架上金斗云 静止回花果山 水连洞 去了 孙悟空三打败古经 OK 完了 孙悟空